小姨父啊 完了没错没了 小姨父 小姨父 小姨父我问你 我是谁 陈春芬吗 对 行还认识我 那她是谁 二米粒吗 还可以 她们是谁 叫不上来名字 你们知道她是谁吗 波子吗 你看看人家都知道你是谁 为什么 因为你的大脑已经萎缩了 哎呀 来来来 我再给你查查啊 我给你查找缺心 小姨父 如果缺心 要急死我了 不是不是 小姨父你可千万别着急 朋友圈里说了 缺心的人不能着急 着急就容易出汗 心会随着你的汗水流出体外 哎呀 别哭 千万不能哭 朋友圈里还说了 心还会随着你的泪水 哗哗流出体外 哎呀 这太 哎哎哎 你这手机咋还划不动了呢 死了 死了 谁 手机 手机死机了 过来过来 小姨父 你千万别着急啊 我们家里有电脑 坐机 我回家给你查去 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对 别着急 哎 等着 等着 小姨父你再玩一会儿吧 从今以后我就告别这玩意儿了 小姨父你千万别着急 现在科学这么发达 医疗水平也那么高 你一定有志的 小姨父 太年轻了 太年轻了 我小姨父太年轻了 不是说生命在于运动吗 我这么运动怎么这样了呢 都怪我 五年前鸡蛋刚包皮的时候 就应该去看大夫 锅子 王姐 锅子 等一下 我想 哎 亲们 前一段朋友圈说的那个减肥药 我吃了以后 效果出奇的好 我好像掉一百多斤了 不信 我拍个照片给你们看 波子 姐瘦了吗 衣服瘦了 讨厌 你咋的了 咋说话有气无力的呢 你 你哪不得劲的你啊 高姐 我去医院检查身体 大夫说我缺心 缺心 你缺心 站起来 手伸出来 钻拳头 我朋友圈说了 拳头有多大 心就有多大 哎 就你这么大个拳头 你还缺心 哎呀 你可别逗了 谁相信呢 不是这个心 是微量元素的心 金字边那个心呢 嗯 吃药啊 嗯 吃药啊 药不行 是药三分毒 把身体扛不住 对 药不容食 吃牡蛎啊 啥叫牡蛎 哎呀就是生蚝啊 这都没吃过 哎 要不吃大虾 鲍鱼海苔都行 不行 那玩意吃多了 痛风 痛风你不能喝啤酒 哦 对 呀豆腐也不能吃 我知道 豆浆你不能喝 明白 痛风咋不早告诉姐呢 你看 是 这个痛风 哎呀 我不是痛风 我是缺心 缺心吃牡蛎啊 啥叫牡蛎 就是生蚝啊 你说这都没吃过 你说你痛风早告诉姐 呀你说你 好像又绕回来了 啊 姐 我给你这吃咕咕话 我说不完 我生命是有限的 我好像坐这 腿都麻了 我回去了 看见没 典型的痛风 那脚都不敢挨地了 我不是痛风 我是缺心 缺心吃牡蛎啊 姐 别再说牡蛎了行吗 姐 你朋友圈朋友那么多 你问问他们有啥别的办法 好 你别着急 我问问啊 哎呀 痛风就应该吃牡蛎了 亲们 我弟弟缺心 吃啥好呢 别着急 我数三个数 一 二 看看看 强大的朋友圈 都没数到三 这个 牡蛎 这个 牡蛎 这个不是牡蛎 生蚝 这有个老头 我吃老头啊 吃老头干啥呀 老头哪有牡蛎好吃啊 对了 就是这老头 我们单位的 他也缺心 我看看他咋补的啊 胡萝卜 不是牡蛎 不行姐 我从小就不吃胡萝卜 我十字花壳过敏 我吃这玩意就吐 哎呀难怪你缺心 你这个不吃那不吃 你还不缺心呢 怎么办呀 你吃兔子吗 吃 买兔子啊 怎么的呢 哎呀兔子最爱吃胡萝卜了 你让兔子吃胡萝卜 你再吃兔子 不就解决了 解决了 谢谢 黄姐你太好了 赶快买兔子去 哎 姐走了啊 亲们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胡萝卜补心 救命恩人